在下午3点多之前 这个视频是福克斯的top news 你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福克斯主页的最大的 这个中间右边是习近平 咱们左边是咱们英雄科学家 一个是恶魔 一个是上帝 是不是 魔鬼和上帝包在一起 所以这个画特别 这个照片也特别应景 咱们英雄 你看这个手指 告诉习近平 你看习近平感觉好像很不爽的样子 是吧 这是第一 三个小时 三点之前一直是这个位置 现在大家看 你看这个是直播的画面 Breaking News 依然是排名第二的 排名第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隔六个小时 它要轮转一下 你看 同样当天都有哪些新闻 你看这是爱博斯坦的这个 爱博斯坦 大家知道 这是美国最关心的 你知道这个 是五个月以来 五个月就短短 五个小时 就六个小时到 我们最快的 五个月以来 福克斯新闻 点击率最高的 五个月以来 最受欢迎的 到现在已经 接近两百万 就光这个点击率 就这个视频 整个福克斯都傻眼了 真的吗 所以 这就叫做民意 这里面的所有的评论 已经过万条了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 老外 用英文的方式 都是支持 咱们英雄科学家的 五毛水军 这个估计还没来得及反应 还没来得及反应 所以这打的这个时间点 这也是 很 很好的 所以呢 这整个影响力 可以说 雅虎 中文的 基本上 只要是反共的 灭共的频道 都在转 亲共的 当然了 它肯定不会花时间转 就像砸锅的 从这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灭共的事情 这个是 根本不存在政治观点的 说白了 就是灭共 是不是 说白了 在里面 你不管砸锅 你不砸锅的 你不是也说是要追求自由民主吗 是不是 说是民主 这里头 是灭共最好的 一个 咱们这英雄 站出来 没有 没有一个人 转 大家看 所以 大家就知道 你就知道 所谓的这些 几十年 天天打口炮 根本就是骗人的 真正灭共的 真正在这里 对美国的民意 极大推动的 他们在这里 一个个 不转 并且 说的都是谎话 这13分钟 好像说 这怎么没有谈到病毒来源 大家不要着急 这只是 刚刚开始 这只是亮相而已 就像唱金剧 先一来 是亮相 亮完相以后 才正式进入到 一系列的 里面 一步两步三步 像权力的游戏一样 这里面 因为 就是通过各个不同的点 因为里面 能扩展的点很多 因为这个 说实话 我是绝对全面参与的 第一 WHO的问题 可以扩展下去 第二 从香港怎么逃出来 扩展下去 谁救的 具体为什么 怎么的故事 我跟你说 都可以拍一个好莱坞大片 WHO的事情 都可以拍了好莱坞大片 病毒来源 怎么样在119 为什么可以判断 是人传人大爆发 这都 可以继续下去 进展 病毒来源的真相 这些 全面的都是 要不断的深入 全面的 就像权力的游戏一样 根据什么 北京之王 可以做个一季 那个 什么什么 叶王 什么什么 二鸭 都可以做一季 就是一个意思 这是 是连续剧 连续剧目的是什么 因为 你要知道 咱们这种节目 比如说现在咱们是一个多小时 这种 是不是 咱们 因为老外啊 他们很多事情 他 你一个事情 你给他说很复杂 他们听不懂 会影响 这个传播 会影响 这整个 民意的唤醒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当时就是说 刚开始 亮相 亮完相以后 在某个点 不断的深入 深入 深入 最终 是要让 整个美国老百姓 看清楚 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 最终一定是神武武器 大家记住 当然了 你不能这么直接 因为这 英雄科学家 这就是人证 根本不存在 还是什么 因为就相当于 这个伯伯是 你从北朝鲜出来的 然后让你 然后 然后你直接 然后 说 这个北朝鲜 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 这个没有人权 怎么惨无人道 然后你还说 给个证据 他说 你凭什么说 你惨无人道 没有视频 这就是人证 所以最核心的 就是你是来源 你是在哪个地方工作 就像如果说伯伯是 你是在中共的 这个专门做核武器的 这个部门工作 我告诉你 出来说的任何话 那就是证据 大家知道 因为靠逻辑 可以推得出来的 所以说 今天只是亮相 影响力极其那个 但我再说 这里头 WHO 一直以来 在做什么事情 昨天 WHO 做了什么事 告诉大家 你说 你说泰德 这绝对问对了人 因为现在 咱们 博士 不方便 先不方便 在咱们这里出来 因为 很多 有后面 很多的 计划的 所以 等到 因为主要目的 但是不是说 让木德节目 多那个 最重要的目的是 唤醒 唤醒 美国人 所以呢 咱们要留着 留着 所以你刚才说 问的太对了 这个 首先 我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在某一天 然后 我就跟文贵先生说 那时候一直 可以说 这在4月 15号之前 都是我 全面的 单独 跟 这个博士 咱们 盐博士 联系 一直联系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 因为 我感觉到了 这个危险 因为 我也得到情报 说香港 即将 进入 其实就是 今天的这个 国安法的 这个状态 回头 大家可以去 问 盐博士 我有没有 跟他说 我说 你得赶紧 离开香港 否则的话 因为香港 即将进入的 这个 很恐怖的状态 这个当时 大家 因为在反送中 运动过程中 别人 他觉得 不至于吧 但是我说 一定会 然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我就 跟我 文贵先生 我说 这个 那一天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 郭先生 我这里 119节目里头 当时 这个最重要的 给我提供的 所有的 这个 信息的 这个科学家 我说 一定要让他来美国 然后那个 博先生说 跟我视频 视频完以后 马上啊 当时就安排 视频 视频完以后 班农先生后来 也视频了 当然是 班农先生 视频的时候 全英文的嘛 然后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 班农先生 对这个 不很了解吗 什么病毒啊 这不了解 找了一个 生物武器的专家 也视频了 一起 后来 两三次 两三次 然后来 实际上 这里头 有很多策略 在里面 然后就约好 就是 这个 就 当时我们就 准备很多啊 那个 等什么呢 等说啊 这个 等很多 回头再慢慢说啊 后来啊 就是在某一天啊 然后 就他家人的事情 我们回头再说 让他自己说 比较好一点啊 因为我是知道 但是不方便啊 我去说啊 就是说 然后呢 在4月20 他是28号拿到机票啊 29号走的嘛 应该是28号还是 反正就是27号拿到机票 28号走的 我记得啊 然后29号到的美国 对对对 好像大概这个日子啊 对28 29号 那那两期节目 你基本上是我们在做呢 对 然后29号 有一次 然后我4月30号做个节目 我说 昨天是人力上最重要的 第一天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很重要啊 很重要 就是29号 他实际上就到了美国 成功的 就我们之前是跟他说 这是天意 因为每一个环节啊 都是很关键的啊 很重要 当时做节目后来 跟大家说什么 是一个男的 实际上主要是打个烟雾弹啊 实际上就是女士啊 后来实际上 这个中共都挖出来了嘛 那中共他的情报是很厉害啊 因为我们知道 他上飞机啊 可以说 为什么说五分钟 我们就要 我让他联络一次 发信息 因为上飞机 飞机有WiFi的 现在飞机都有WiFi 直接可以发信息的 所以有些傻 傻乎乎的伪类啊 五毛还说 啊怎么上飞机 怎么联系 飞机我都做过一次直播 知道不 所以有些 毕竟做到头等舱 你想想啊 头等舱 十几万一张票 你去看看 十几万港币一张票啊 毕竟要买往返的 头等舱 他一排 是两个嘛 两个位置的 只能做一个人 然后后面一排 也只能做一个 他是这种安排 他不是做满的 所以说 很贵机票 这都 你想想 这个 咱们文贵先生说白了 二号没说 就安排香港的 他的这个 可以说是 咱们的战友们啊 去开车 接送 拿行李 等等 送到机场 然后所有的 一系列的啊 这个 当时说实话 都是天意啊 为什么呢 正好香港当时 没有封 香港到美国 是没有封的啊 对吧 大陆是封的 当时一查 香港到美国 没有封 简直是 激动啊 万分 所以香港政府 当时啊 其实香港政府的疫情 的这个 绝对不是香港政府 现在所说的 这个数字啊 但是他肯定是造假 中共 香港政府 但是也替 可以说是啊 也给咱们英雄客家 出来啊 出逃啊 可以说是 也留了这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 这里头 这个 你说怎么出逃 这中间很多啊 包括啊 之前我们 跟大家说过的啊 这个 这个饭里头 都下了安眠药 是吧 然后 这个 反正啊 约到去海边 我一听说 约到去海边 我说千万别去 这百分之百啊 是 送你上西天的啊 因为 因为很多这人啊 都有一种 感觉的嘛 对吧 因为 当时啊 其实 这个他在直播里 其实他在 福克斯的采访里头 都说了的 都说了的 但没有放出来 未来都会那个的 这里面 他就 这个眼神啊 那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了 很惧怕 CCP啊 因为这里面 说实话啊 这个咱们英雄客家的 这个 他的 这个另一半啊 他老公 实际上 是 参与 这个病毒的 最重要的人之一 也是科学 也是港大的 专门做病毒分离 专门 做可以说是 最隐秘的 最私密的东西 都是他去做 所以这里头 真的是很多天意啊 真的 那么 写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